欢迎来到后顿网 请记住我们的网址 www.hoadunwong.com 免费下载高清版 请登陆后顿网论坛 大家好 欢迎收看后顿网视频教程 那么我们接着来讲PCP课程 如果大家是在其他视频网站上 比如说酷6这样的视频网站 看到后顿网视频 请登陆后顿网论坛 下载高清版 如果大家在学习中遇到问题 可以到后顿网论坛帮忙区进行提交 同时大家也可以把后顿网免费视频 任意传播 那么我们这堂课是21课 那么我们这堂课讲一下代码的重用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编写程序 尽量要避免重复劳动量 就是说我一个代码用好了 那么有很多个地方可能用到这个功能 很多地方可能用到这个函数 是不是 或者说用到这样的一块功能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重复的编写 那么最让代码重用两点好处 第一个可以减少我们的劳动量 可以减少我们的劳动量 就是说我们编写一次就可以了 然后在不同地方进行引用就可以了 那么再一个呢 就是我们修改的时候特别方便 比如说我们n多个地方用了这样的一块函数 那么如果我觉得这个函数有问题 或者说不完善的时候 那么我只把这个函数修改一次就可以了 那么其他地方就同时会发生作用 那么这个代码重用 那么代码重用我们要讲几个函数 首先我们讲一下include inclu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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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展入的文件不存在 提示,请告诉我 那么requiry呢 如果展入的文件不存在 致命性错误 那么警告错误,我们知道 出现警告错误程序还可以继续执行 那么致命错误呢,程序终止 不执行,不继续执行 然后还有一个,include once 和requiry once 那么这两个函数呢,也是载入文件 同样也是载入文件 那么他们的与上面的区别呢 就是说,只载入一次文件 如果原来,如果 如果 载入,此文件 载入过,将不再 载入 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看一下 比如说,我们先定一个 再定一个文件 那么这个文件叫做 21.21下滑线1.php 那么 那么在这个文件中呢,我们包含一个函数 比如说叫做c 然后$name 然后我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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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设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文件的函数 名字是c 然后我们调用它 我传递一个参数 后盾网 我们还是把它改成中文吧 你的名字是 我现在有个函数是c这个函数 然后呢,我会接受一个参数 这个参数呢,是用户的名字 然后这个函数体呢,我会执行输出这个用户的名字 那么好,我们现在运行一下21.php的一个文件啊 21.php的一个文件 21.php 我们会看到你的名字是后盾网 对不对 你看我这一个文件里面有那个函数吗 有c的函数吗 没有 那么我include 把这个21.php 21-1这个文件引用之后 我们就可以执行这个函数 其实就相当于什么 相当于把这个代码放在这里 是一样的道理啊 是一样的道理 这是include 假如说我们后面加上一个11 我们再刷新下浏览器 我们刷新下浏览器 我们会看到warning警告 是不是 警告什么 21这些文件没有 对不对 然后下面呢 会发生一个严重的错误 就是 调用一个不存在的函数 那么好 我们先把这个函数 注释一下啊 然后呢 我们再输出一个 你好 后盾网 我们看一下 你要后盾网输出了吗 可以输出对不对 也就是说 虽然这个文件不存在 但是我就include的载入的时候 我只是提供一个警告性错误 就是说这个文件不存在啊 你你我告诉你一下不存在 你你我告诉你一下不存在 但是程序还可以接着执行 还可以接着执行 那么好 我们换一下requirere quirere 我们require载入这个文件 我先正常载入一下啊 正常载入一下 这个文件21下滑线1是存在的啊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没有错 是不是啊 为什么没有错 因为这个文件确实是存在的 好我后面还是打一串1 那么这个文件肯定不存在 因为我们没有接力啊 对不对 在这里面有 我们再到浏览器里看一下 嗯 我们会看到一个致命性错误 对不对 这个文件不存在 然后后面那个你好后的网还有吗 没有了 对不对 这就是require 当require引入文件的时候 如果这个文件不存在 那么会发生一个致命性错误 也就是程序无法继续引行 无法继续引行 那么如果说你载入的文件啊 对你这个脚本来说非常重要 没有这个文件 你后面的执行就没有意义的话 怎么样 我们一定要用require啊 require这个函数 来载入文件 来载入文件 如果说你这个文件 可有可无 或者说 意义不大 没有它的话 后面脚本依然可以说执行的话 那么你可以用include 可以这样啊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啊 我们来操作一下 我先把这一块暂时注视一下 比如说我再定一个文件 这个文件 这个文件叫做21sead 头部文件 然后呢我给它加上一个 比如说我就输入html吧 titre 标题是后顿网 然后呢头部结束 如果说这些概念不清楚 看一下后顿网的atml课程啊 因为我们学php 毕竟是网页开发语言 所以说atml 你最好还是要 一定是要汇啊 然后divcss 你最好还是要汇的啊 嗯 然后呢我们加上一个 比如说我们加上一个 r 呃加上一个a吧 后顿网.com 这是后顿网首页 然后我可能希望它在新窗口打开 然后呢我们可以再加一个 我们先空两个 然后我们再加上一个链接 然后这个就在默认当前页了 然后我们可以再加上一个两个空格 比如我加上一个 比如我加上一个 edu.后顿网.com 当然这个网址大家不要打开啊 暂时还没有 视频后顿网视频 这张提 好 然后呢我们现在回到21这个文件 然后我现在require也可以啊 嗯 21下滑线hider 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这个require在注释里肯定是不能执行 我们给它提出来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我们就会看到我们这个超链接都已经存在了 对不对 你看我看一下邮件 我们输入的都已经正常的显示了 那么这就是 嗯 include和require啊 如果他们载入文件 文件确实都存在的情况下 他们俩区别不大 没什么区别 那么如果说文件不存在的时候 include会报一个警告性错误 但是程序可以依然执行 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 那么如果说这个程序呢 这个文件不存在 我们用require的时候呢 会报一个致命性错误 那么致命性错误就会导致程序终止啊 导致程序终止 好 我们把这一块啊 我还是给注释一下 嗯 然后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include once和require once的区别啊 嗯 我们现在还是载入这个 21-1 这个文件 我在这个文件里面定义一个变量 叫做$c $后盾网 后盾网 等于 呃 等于 一 等于200吧 好 就等于200吧 然后呢 我们在 21里面 我们再载入一下啊 我现在 include 载入是 21-1.php 这个文件 我们知道我们载入这个文件的时候 怎么样 嗯 嗯 我们载入这个文件的时候啊 嗯 就下面把这里面的代码 下面把这个文件执行 嗯 这里面代码 我们给我们拷费过来 或者说 或者说php编译之后 给我们拿过来 那么我们现在 这个后盾网这个变量 呢 肯定就在21这里面是存在的 是不是啊 我们可以echo出一下啊 后盾网.com 啊 后盾网 嗯 嗯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嗯 瓷7行 我们这里缺少一个结束 嗯 嗯 嗯 这时候我们看到什么 看到什么 看到200 是不是啊 看到200 好 然后我们现在呢 给他复制一个新变量 后盾网 我让他现在等于500 然后我再eco出后盾网 我们可以加上一个 B2 刷新 200 500 也就是说 我把这21这个php的文件 在拿过来之后啊 就相当于我把这一块拿过来 但是这样理解不是太完善啊 但是 嗯 暂时可以这样理解 我们看一下 我相当于我把这一块 include include之后就相当于把这一块拿过来 那么后盾网等于200 然后我输出的是 肯定是200了 然后我现在就把那后盾网的变量 改成500 输出肯定是500 是不是啊 这个非常好理解了 好 然后我们现在怎么样 现在再做一下 我现在再把这个include的复制一份 然后再eco出后盾网 还是输出一个B2 刷新 第四 我们会看到提示信息是在哪 提示信息是在21-1php 发生错误了对不对 发生什么错误啊 重复载入了一个c这个函数 重复定义 也就是说我们通过include载入这个21-1php的时候 我们载入了两次 载入两次会出现什么样 什么情况 会出现 这个函数 这一块 一次 两次 是不是我们同时定义了一个同名的函数 定义了两次 那么这样就会产生错误 对不对 因为我们的函数在定义的时候 同名函数不可以重复定义的 所以说为了避免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用到什么 include1 include1s 或者说我们先把这个函数注释掉 我先把这个函数注释掉 还是回到这个后等网上200这块 我们现在还是载入两次 是不是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现在我们看这个 因为我们把函数注释掉 所以说 嗯 重复定义这个错误就不会出现了 我们看第一个显示200 第二个显示500 第三个显示了200 你看 我第一次载入的时候 它肯定是200 因为我21.1的时候定义的就是200 那么我在第二次的时候呢 我给它定义成了 我改成了500 然后我在输出的时候呢 它肯定是输出500 也没有错 对不对 那么我第三次载入的时候呢 它还是把这个内容 是不是又载入了一遍 然后又把这个后等网这个变量 又初始了一遍 变成了200 所以说第三次也输入200 对不对 对不对 那么有的时候 我们可能说 不希望出现这样的结果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在载入文件的时候 我们可能说 嗯 可能说由于文件的嵌套啊 各种原因 我们可能说 这某一个文件载入了N多次 但是我只希望呢 呃 它里面的变量啊 里面的值 只初始一次 而不是像这样 现在这样 呃 通过这个 第二次的载入 然后这个变量也发生了变化 我们可能希望 如果这个文件载入过 那么就不要它 不要再载入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到 Inclosed once 或者required once 都可以啊 好我们改一下 改成Inclosed once 然后呢 把它改一下 required once 然后我们刷新一下 看 200 500 500 它 我第二次载入之后 并没有把这个初始值 进行改变 是不是啊 并没有改变这初始值 依然还是500 对不对 那么这样就达到了我们的目的 就是说我这个 如果这个文件我载入过一次 那么 再载入的时候 呃 我希望它不要载入了 那么我们只要用Inclosed once 就可以了 那么required once 和Inclosed once 一样啊 只不过他们在提示的错误上有区别 那么这就是我们讲这一堂课的 呃 代码重用 那么代码重用这个概念啊 非常重要 因为我们在编一些文件的时候啊 经常说我不 我不可能说所有功能都在一个文件中完成 我肯定需要其他一些文件 那么我们后面讲明一下对象 MAC开发这种的时候呢 我们肯定是要结合N多种文件 比如说我们可能会把动作放到一个文件里 然后把模块放在一个文件里 模型放在一个文件里 对不对 我们可能把动作模型然后这样分开 然后我们做仕途的时候呢 我们可能把仕途文件要放在一个文件里 不同的文件 然后这几个文件之间呢 我们需要呃 进行有一些载入 然后有一些关联 那么这些情况下我们都会用到载入啊 那么载入呢 我们现在已经讲了这几种 Include呢 就是普通的载入了啊 那么载入的时候呢 可以重复载入 如果载入文件不存在 提示一个警告性错误 程序依然可以继续运行 那么required呢 他载入文件的时候呢 如果载入的文件存在的话 就不会有任何问题 那么如果载入的文件不存在的话呢 他提示一个致命性错误 致命性错误会导致我们程序终止 那么eclose once和required once呢 就是说我们载入文件只载入一次 那么当第二次载 重复载用的时候怎么样 他就不会载入了啊 只载入一次 这是这个载入文件的一些特性 那么我们在后面的时候 载入文件我们是呃 用到的也特别多啊 因为我们的一个完善的程序啊 可能不是由一个文件完成的 有n多个文件完成的 然后我们会呃 各个文件之间进行载入 然后达到一个协调统一来来 然后构成构成呃 共同完成我们网站的功能 好 这堂课就先到这里 然后大家下课之后呢 把这个呃 这个inclose啊 这个载入这个和required这些载入函数 好好了解一下 然后做一下这个实际的操作 然后我会把这个代码啊 然后整个程序 然后包括PPT文档都会发到论坛上 好感谢大家的收看再见 后顿网提供免费事情分享 如果在学习中遇到问题 请到后顿网官方论坛进行交流 也可以登陆后顿官方课课群 从此后顿网论坛提供高清版下载